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帥狗 怨池力與你同在 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薦一款適合心戰粉絲玩的遊戲 不是之前那個呼聲很高的 但卻因為莫名其妙的客信系統而砸過了戰場前線2啊 耶 看看你幹的好事 凱羅人啊 你飄移的斗篷 看來我是沒有機會好好體驗 接觸啦 好久沒有做遊戲介紹 最近剛好因為DC幾個比較重要的看呢 都還沒有更新 讓我們休息一下回國我頻道最初的老本行 這次我要跟大家介紹的遊戲是 星際大戰 零力戰場 給各位一個簡單粗暴的遊戲玩法說明 它聞起來跟波羅衝突皇室戰爭有87%像啦 遊戲的基本架構根本是一毛一樣 欸 別急著走啊 客官們 乍汗之下 零力戰場是一款偷糧幻術的遊戲 但是它還是成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它散在出自己的格調 散在出自己的品味 散在出自己的態度 正如前述遊戲方式跟部落衝突皇室戰爭意圖同歸 玩家自己組合搭配牌組 透過破壞敵人的砲台取得勝利 但他們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 零力戰場擁有牌組領導者系統啊 這裡是黑魔術 黑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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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是想要成為光明面的絕地武士 還是鬥士 或是驅使黑暗原理的西斯 玩家能夠自由選擇操作其中一位英雄人物 這些星際大戰的經典英雄 都有屬於自己的陣營 只要牌組的走向構成 牌組還能夠獲得額外的BUFF 所以不一定是所有的儲卡丟入牌組 牌組就會強大 除此之外 每位英雄都會擁有只有自己可以使用的特殊卡片 這些特殊卡片呢 可能是有故事分量的人物 也可能是提升狀態的卡片 比較有趣的是 如果是夥伴型特殊卡片 這些夥伴都會在待機畫面出現在領導者身旁喔 看這BBA 多可愛啊 遊戲一開始會提供六個英雄給玩家選擇 玩家一開始只能選擇一個開始遊玩 但這些人物之後玩家也都能夠獲得 選一個你看得順眼的英雄人物開始遊戲吧 再來就是你永無止盡的決鬥之路 卡片強化方式就是吃自己 這已經是行之有年的卡片升級套路啊 遊戲中普遍玩家會選擇投資等級低 但效果實用的卡片 這樣的做法CP值比較高喔 進入遊戲後馬上就會開始幾場 簡單的操作訓練課程 只要跟著遊戲的教學走 很快就能夠理解基本操作 其中比較特別需要玩家注意的是 地圖跟攝影機的設定 攝影機的大小有三種等級 近中遠 跟隨人物和不跟隨人物 至於哪種鏡頭比較好呢 嗯...這部分就見仁見智了 玩家可以多玩幾場 找出一個最適合你眼睛享受的鏡頭 遊戲模式有經典的積分1對1 熱血2對2 競技挑戰模式 積分1對1呢 基本上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喜歡競技挑戰自己的朋友 或許能夠玩得不易樂乎 但對於不是這麼試血的玩家來說 這種模式非常容易讓人膩 再來是 你可以跟公會的好友 進行2對2的對戰 來啊!互相傷害啊! 2對2的遊戲機制 跟1對1大致上是相同的 但是2對2由於地圖變大 又多了兩個人 遊戲難度會瘋狂的飆升 節奏更加快速而且緊張刺激 接下來是競技場模式 在這個模式玩家只要贏5場 就能夠拿到豐富的獎勵 但要是中間你輸了2場 那麼你只能打包回服了 原力戰場玩法 可說是混遍三方世界的遊戲堂狗 原力戰場的人物動畫非常帶感 特別是玩近戰英雄的時候 光劍的特效跟打擊感讓人十分享受 原力戰場有相當成熟的觀戰系統 官方可能自己也知道這件事 因此他們推出了股票系統 玩家必須選擇犧牲一定數量的卡片當賭注 預測一場比賽的結果 如果你預測成功 將要獲得豐富的報酬 不過說實話 就算我仔細評估過雙方的牌組 還是很難有五成的機會會買中 我強烈懷疑這個系統 還是看人品啊 這款遊戲的BGM也是一大亮點 音樂幾乎都是電影中 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曲目 如果是熟悉電影戰鬥場面的朋友 在遊戲倒數時真的會被BGM攔得不要不要的 玩家每獲得一場遊戲的勝利 就會獲得卡包 雖然卡包獲得的方式非常容易 甚至會有稍微分心就會忘記開卡包的情況 但開卡包是需要花時間解鎖的 這就是官方在伸手跟你要錢啦 在不課金的情況下 卡片的食材獲得的速度 會比課長們慢上許多 但這款遊戲是講戰術的 講操作的 卡片箱如果不然有差 可是在原力戰場 它並不是一切的關鍵 至少在中階的牌位是還OK的 嗯 肯定是因為我玩到現在碰見對手的卡片 也沒比我肥多少 帥口目前玩了快兩個月吧 前後花不到2000塊 黑暗面能夠玩到11階 我已經很知足啦 好 我說了這麼多關於這款遊戲的光明面 是時候來說說這款遊戲的黑暗面啊 這款遊戲除了禁忌還是禁忌 非常容易讓人感到疲憊 不是那麼好道的朋友 只要輸了幾場 就很容易不想玩 如果一直輸玻璃星組不回去的人 真的會想棄坑 還好我的玻璃星都是睡了之後 龍姐再黏回去 這款遊戲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好友系統 個人覺得它的好友系統 非常不人性化 原地戰場沒有單純的好友這回事 想成為好友 兩個人必須在同一個工會 而工會人數上限 卻只有50人 真笑欸 根本不夠用啊 我的慈日軍團 就在我開直播後的隔天就爆滿了 還真的非常不夠用啊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 雖然說排組陣容構成能夠獲得 特殊的buff是個有趣的設計 但這家設計也變相的 設限了玩家排組的變化性 實在可惜 但是這些都不是重點 這款遊戲對帥狗而言最大的遺憾就是 什麼 凱洛倫 你居然沒有帶面具啊 二人 你的面具啊 不 smoke 你看你做了什麼 好 我認為這款遊戲還是非常的有意思 雖然說它是三載遊戲 不過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只要你玩的開心 就不太需要在意別人怎麼看你玩的遊戲 原地戰場是一款非常粉絲向的作品 我十分推薦給星際大戰的影迷們嘗試 好 以上就是本片的內容 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鈴鐺的話 你就會在第一時間 收到我更新影片或開直播的通知喔 如果覺得這影片不錯 歡迎分享給你可能會感興趣的朋友喔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Volk D D eff 好 i know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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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